所長剛剛有提到 數位轉型的商機 其中有一個亮點 就是醫療產業 我們來問一下吳主任 您是林口長庚 急重症神經掌門人 比較導入數位轉型前跟後 你覺得醫療產業的功力 到底差在哪裡 而且您剛剛有一次提到 以人為本的轉型 這個可以再進一步闡釋嗎 剛剛所長說數位轉型 不轉不行 真的是在醫療產業 事實上很多是 我們不知不覺都在轉 民眾也知道在轉 可是事實上是 比較沒有深入去討論這個問題 事實上這個轉型 就像所長功力深厚 這個轉型跟前跟轉型後 常常有個比喻就是說 轉型前就好像你要接觸的 去點穴 可是我們經過這個數位轉型 我們就好像可以隔空點穴 那我舉我們神經外科的例子來說 我們在開刀房裡面 要動非常精準的手術 尤其是在腦跟脊椎 這個神經只要四字毫離 就差字千里 可能病人的術後 也沒有一些神經的缺損 能不能講話 手腳能不能動 就在於毫離之間 所以我們在很久 就導入了數位化 比如說各位現在比較有感的是說 各位在去看醫院的時候 以前都要排隊去照X光 照完他會叫你拿一個黑白片 拿到診間給醫師查上去看 事實上現在都不需要 甚至你可以拿在其他醫院做的X光 跟核子公正MRI 在健保卡一點上雲端就可以抓得到 這些都是所謂的數位化數據 因為很久以來 大概二三十年來 這個醫療的X光的 或是所有的醫療影像 都已經數位化 那個叫DICOM 所以這些數位化的影像之後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做到非常精準的數據化 另外因為數位化之後 我們可以把所有的影像 疊合在一起 給他每一個點都有一個坐標 經過這樣的坐標之後 我們可以建立三度空間的 一個空間關係 所以神經外科醫師 就可以利用這樣的精準的治療 比如說他有一個腦瘤 他有一個脊椎的病變 透過數位化的整合之後 我們可以把它疊合在一起 做多功能的影像 做神經的導航 做神經的微創手術 內視鏡手術 微創手術 這些也有一些所謂的 分子的醫療 透過這樣的所有的影像的疊合 我們組成3D的影像之後 我們可以在開刀前 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模擬 我們也可以透過像各位看到的 這個3D的影像 我們可以把它輸出 在3D的列印裡面 給病人 可以給家屬 知道說明天開刀是要開哪裡 你的腫瘤在哪裡 減少病人的恐懼 我們各科醫師之間 也可以互相協調 然後在開刀前做一個非常好的計畫 甚至在開刀前我們可以利用這些高科技 像台灣有的這些AR的眼鏡 可以在開刀前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病人的腫瘤在哪裡 我們明天開刀 我們要從哪裡去劃刀 會最小的傷口 會得到最好的結果 我看今天吳醫師有帶來一個嘎狗 這個是 就是我們開刀的時候 醫師會拿著這個 帶上這個嘎狗 來做虛擬實境的檢查 還是說直接開刀 所謂的虛擬實境 它是一個比較沒有 所謂的精準化 現在的手術要求的是精準醫療 精準醫療是希望我們把點對點的對位 比如說我現在這邊有一個 這個兒童的脊椎 它變形了 這是一個兒童的脊椎 對 開刀前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說它現在的錯位在哪裡 第一頸椎 第二頸椎的位置在哪裡 它是怎麼樣移位的 開刀前我們就可以把我明天 要開刀的位置找出來 這個位置找出來 非常精準的找出來 不能往外 不能往內 因為往內可能就會達到 我們的這個積水 往外可能就會上到這個坐骨神經 我弄錯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醫療的持續 所以我們在開刀前 可以透過這樣的一個技術 把我們要開刀的一個路徑 可以找出來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小朋友 有它的這個可能頸部的脊椎 需要開刀 所以我們用這個3D列印列出來 是這樣子嗎 對 沒錯 就是照它的這個脊椎的形狀 把它列印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虛擬實境的方式 先模擬一次 怎麼樣開刀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醫療 已經進步到像這樣的VR的 虛擬實境的一個狀況 對 而且這個在台灣 像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個是我們在靈活腸科醫院 我們列印出來的 根據病人的脊椎 1比1的模型 現在這個眼鏡 也是台灣的非常高端的產品 這些都銷售到台灣的 世界非常多的國家 所以在台灣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技術 就好像一個國家隊一樣 我們可以把這些串連在一起 就可以做非常好的整個的數位化的結合 老師我剛剛看到 醫師我看到這個 也是一個虛擬實境的眼鏡是不是 對 這算是一個可以戴在醫師的頭上 對 事實上這個叫做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 擴增實境跟虛擬實境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說擴增實境 它是非常精準的 也就是說每一個點 都需要非常準的對位 虛擬實境就像你到電影院 去看那個虛擬的3D 你可以看到一個大鯊魚 你過來好像要咬你 這兩個都是叫擴增實境 因為他們都是有透明的一個螢幕 透過這個透明的螢幕 我們戴上去之後 我們在開到當中 我們就可以很精準的 把我計畫的路徑都打出來 老師你戴眼鏡的話 還是在外面戴兩個眼鏡 對 這個是他們都會做設計 雖然有一點點不方便 不過我們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只要有非常短的時間 需要做這樣的精準 所以在那個關鍵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 所謂的精準醫療 把這個座標找出來 那就可以做非常精準的手術 這些也都是在全世界 都在一個非常領先的地位 我們有非常多的申請的專利 在全世界去做布局 所以我們台灣的醫療 真的是已經走到非常前面 我們的數位醫療 隨著科技醫療科技的進步 外科手術從第一代 肉眼直觀的傳統手術 現在已經進化到第二代 2D平面影像手術 又更進一步進化到最新的 機器人輔助3D立體手術 其中達文西機器手臂 是目前全球最先進的機器人 輔助微創手術的系統 透過3D掃描數據應用 可以把手術的誤差控制在0.5公里之內 中國大陸就挑戰用機器手臂 來縫合蝴蝶的翅膀 來看畫面 這是一套精準手術的機械臂 要用來代替醫師難以獨立完成的複雜情況 再給大家舉個例子 我們人手由於生理構造的原因 你轉到這兒是轉不動的 大家可以試一試 大概在270度左右 但是由於機械臂 它可以轉540度 所以它就可以克服人手的這個缺陷 還有一點 我們的醫生長時間地做手術 或者是非常精細的手術 他的手可能會抖動 但是我們的手術機器人 完全可以克服掉這種無效的顫抖 聽起來很神奇 但是有圖才有真相 這套設備要在外科專家的操作下 完成一次精準 卻很罕見的縫合手術 今天我們就讓它縫合 類似於我們腦子 硬膜 軟膜 這些情況下 我想考核它一下 縫一個類似於 腦膜一樣的蝴蝶 蝴蝶它這個翅膀 它這個厚度和我們硬腦膜 軟膜之間的這個情況下 應該差不太多 如果讓它這麼精確的去縫上 我們還能放飛 那這個可能就不是我們 單純手工能幹得了的事 外科醫師操作手術機械臂 來縫合蝴蝶的翅膀 想必大多數觀眾從來沒看過 所以事不宜遲 馬上見證千載難逢的精準醫療 好 那我宣布 檢驗 開始 這套設備能夠感知專家的動作 同步作業 並且在患部影響清晰 放大十倍的情況下開始縫合 它的那個機械的前端只有四毫米 也只有用這麼精細的機械臂 才能夠加起八個零的縫線 醫師不直接觸碰患部 而是透過手術機械臂設備 遠端控制 這次的縫合手術對象 雖然是隻蝴蝶 不過在縫合過程中 既要盡可能復原密合 又不能損傷到其他的部位 對於主刀醫師的要求十分嚴格 也是一次心靈手巧的考驗 手術完成但不代表最後的結果 畢竟這次考驗的前提是要讓蝴蝶 可以重新展翅飛行 這是難得一見的精密醫療過程 也讓觀眾見證了AI人工智慧 在醫療技術上的實際運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個 應該算是綜藝節目裡頭的一個片段 剛剛吳醫師告訴我們說 我們B夠厲害 其實就是戴上像這樣子的 這個擴增的實境的眼鏡 然後做非常精細的縫合 像剛剛一個蝴蝶的翅膀 透過這樣子機器的 這個虛擬實境的縫合 蝴蝶可以飛 請吳醫師來告訴我們 所謂的擴增實境就是說 我們在開刀前 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病人的影像 包括你現在看到的這是一個動脈瘤 動脈瘤一破掉就是腦出血了 以前在開刀前 我們就只能透過這個二維的影像 去看說這個血管瘤 動脈瘤它是怎麼凸的 以前我們老師在教我們的時候 就是要看影像 他說你要用鬥雞眼 現在透過這樣的3D素前的模擬 我們都可以再開刀前 把病人這個實際的影像 它的動脈瘤是朝向前面 朝向上面 朝向下面 都做得非常精準的預測 跟把它重組 所以各位看到我們手術 另外一個影片 就是在我們開刀前 就可以利用這樣3D列印的技術 把我們開刀前需要 把兒童的一些頭骨 做一些很精準的切割 像看到這些頭 小朋友的頭 他前後進長 左右進短 有很大的機型 限制他腦部的發展 所以我們在開刀前 透過掃描 然後把它重建之後 我們跟整形外科醫師 就可以開刀前 去從資料庫裡面去知道說 我要把它怎麼樣做切割 切割完以後 就像立體拼圖一樣 我們要把它拼起來 這樣的話 就好像我們在做拼圖 就可以把它拼起來 要拼成什麼形狀 它的形狀才是最理想的頭型 然後它的腦容量可以擴張 可以讓病人 你看右邊 左邊不一樣 這些手術的一些計畫 就可以透過擴增實境的疊合 再開刀當中 把需要的切割的畫面 還有切割的線 把它疊在骨頭上面 我們可以很精準的切 很精準的疊合 還有減少手術的時間 可以增加手術的安全性 這也是我們的 精準醫療的一個實力 所以我們現在的精準醫療 透過AR眼鏡加3D列印 其實對我們的醫療精準度 其實幫助非常非常大